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的华尔街焦点关注十亿中国国民信息数据 从上海公安数据库被黑这个消息 华尔街日报记者拿到泄露数据的样本 并按照其中的电话打过去 发现竟然可以打通还能核实其他数据的真实性 再结合过去的公开报道 看看中国在收集个人信息 以及处理维护这些信息方面到底是什么水平 再参考实施实名制又放弃的韩国 看看中国的实名制在未来会有什么可能性 在2022年7月第一个周末来临之前 一个黑客宣称他获取了上海公安系统 近24TB数据量的10亿 中国国民的户籍身份证等 个人敏感信息以及数十亿条报警记录等资料 并以10个比特币实时价格约2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科技专家则表示如果以上属实 这将是历史上最大的黑客盗取数据事件之一 也是中国警方近70年来最大规模的数据泄露 7月5日CNN针对上海警方数据泄露还发布了报告 称有一个完全访问上海数据库的后门链接 该后门在2021年4月被搜索引擎检测到并被发布 且不需要任何VPN或任何密码就可以直接进入 拥有此链接的每个人都可以访问 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所有数据 直到最近该后门已公开在线一年多 而中国当局直到6月29日 一个黑客在论坛上以10个比特币出售这些数据 才发现他们的数据已经泄露 而到目前为止 中国政府尚未公开承认 这个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位网名叫China Dan的匿名网友 上周在黑客论坛突破论坛贴文说 2022年上海警方SHGA的数据库被泄露 这个数据库包含许多TB的数据和几十亿条中国公民的信息 贴文进一步说 数据库还包含十亿中国国民的信息和十几亿个案件档案 包括姓名、住址、出生地、身份证号码、手机号、所有犯罪案件详情 另据彭博社报道 这次据称的海量数据被盗事件震惊了中国的网络安全界 触发了有关这个信息 有多可靠以及如何发生的猜测 其中一个网络安全专家在网上讨论的比较多的理论 是可能涉及第三方云服务商 阿里云、腾讯云和华为云等都是中国几家最大的外接云服务商 彭博的报道说 中国国内的网络被骇客突破的消息 因为通报机制不透明而很少被披露 在2016年包括几十位中共官员和从马云到王健林的商界大行的个人信息 在推特上被披露 在当时那是中国最大的敏感信息外泄事件之一 根据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中国警方通常掌握居民的详尽数据 这包括身份证、电话号码、网购、购票、旅行、住宿酒店等 所有缴费 甚至包括个人政治立场、银行、信贷记录、个人照片、脸部识别、参照图等等 而这次上述黑客发布了一份据其所说包括75万条记录的数据样本 内涵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生日和出生地 以及详细的警情信息 其中既涉及小偷小摸、网络欺诈等案件 也有家暴、报警、记录之类 最早的案子可以追溯到1995年 最近的则在2019年 那被黑客挂上网叫卖的这海量数据是不是真实的 华尔街日报记者拿到这条75万条记录的数据样本 记者按照泄露记录中所列的号码打电话 核实了其中一些信息的真实性 有五个人证实了所有被泄数据 其中包括很难从警方以外的其他渠道获得的报案细节 还有四个人在确认了名字等基本信息是真的后就挂断了电话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称一位女士被泄露信息的准确性金单 询问有关她的信息是否来自于她被偷的iPhone 她在2016年曾就此事报过案 另一位姓魏的男士在听说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之后 叹了一口气 说大家都在裸奔 这是中国的流行俚语 表示缺乏隐私 根据黑客公布的案件记录 这名卫星男子当初被网络骗子忽悠加入了一个投资计划 被骗了人民币三万元 不过华尔街日报相关文章也提到 网络安全专家对此仍持谨慎看法 并不完全相信黑客的所有说法 驻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顾问特鲁伊亨特说 该数据库的庞大规模引起了一些怀疑 发贴用户的匿名属性也令人生疑 亨特表示 虽然大多数黑客是受经济动机驱使 但索要大笔钱财的行为 也增加了上述说法被夸大或作假的可能性 记者尝试拨打的其中几个电话号码 要么无效 要么不再使用 而在中国 手机用户每隔几年就更换号码的情况并不少见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就十亿中国国民用户数据泄露 还询问了上海市警方和中国宣传部门 以及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不过如此大规模的数据泄露 在中国尤其敏感 过去几年 中国政府还加大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 在2021年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数据泄露的程度 以令人忍无可忍民众怨声载道 然而这些行动专门针对企业 为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收集信息留下了广泛余地 网络安全专家还表示 这样的泄露 也可能会对受影响的个人造成持久 和不可预测的后果 上文的网络安全专家亨特就说 想从互联网上删除你的信息 就好比想从泳池里清除尿液一样 亨特还表示 这些信息只是进入了一个 由已曝光数据集合成的大熔炉 你不知道各条信息分别来自哪里 两年前也是在上海发生过 大规模数据泄露的事情 2020年12月 澳洲澳大利亚人报和英国每日邮报等媒体报道称 一名中国异议人士在当年的9月 在加密通信软件Telegram上 将一个包含195万中共党员信息的外流资料库 传给了关注中国政府活动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该名单被指花分为7万9千多个党部分支 其中许多分支隶属于公司或机构当中 报道还称这份名单的时间会追溯到2016年被披露的信息 包含上海地区的党员姓名出生日期 族裔还有些有地址和电话号码 而关于中国数据泄露 最近也不少见 就在2022年的6月底 学习软件超新学习通的数据库信息疑似被公开售卖 其中疑似泄露的数据包含姓名 手机号 性别 学校 学号 邮箱等信息1.7273一条 含密码1076万条 这款超新学习通是在中国大学中非常普及的一款APP 德国媒体日报的相关报道则认为 姑且不论数据泄露事件是否属实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量搜集公民信息 这一事实本身就为黑客袭击提供了巨大战场 文章写道 狂热的信息搜集也涉及到一个道德问题 毕竟中国没有运作良好的法治国家系统 尽管北京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数据管理规范 去年还出台了所谓的个人数据保护法 但对于政府部门的运作并没有透明的监控机制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 一些省份已要求在教室里安装监控探头 以便监督教学过程是否公平 并对教师进行评估 还有一些城市则通过监控探头来侦查 是否有人在滥用社会福利 至于这类信息最终会被汇总到某一个中央系统里 还是会在中国错综复杂的官僚机制里消失的无影无踪 外界就无从知晓 但人们至少有理由去期盼这些数据 今后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以免受到黑客攻击 而上面日报这些洋洋洒洒的文字 其实也可以用一句话就能总结 那就是海量中国国民信息数据库的泄漏 只是中国官方经常宣传的集中力量半大事的一个负面结果 在中国官方的语境中经常能看到 所谓的把资源集中起来就能提高生产效率 具体的数字信息 信息集中意味着泄漏风险极大提高 为了安全而限制使用信息的话 又使得信息集中失去了意义 中国的执法机构建立人口库 并且让各地公安机关可以方便的调用个人信息 无视公民权利 看似好像可以提高破案效率 提高治安水平 但相关的信息库一旦泄漏 对于大家来说反而更不安全 更重要的作为 中国收集国民信息重要一环的网络实名制系统 也难以保证信息不会泄漏 这就是实意中国国民信息数据 泄漏这个信息背后很讽刺的一点 如果不是中国官方强行推行实名制 那么个人信息根本不会如此被泛滥的 建筑于大大小小羽龙混杂的各种机构中 过去两年 还随着新冠疫情 中国要求全体国民使用的行程码和健康码 进一步帮助了各种实名信息库 分布在各种机构和公司手中 目前想要改变现状 多泄漏信息 或许也反而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数据泄漏目前看来是无法百分之百防止的 未来当全中国人手一份 全国居民身份信息库的时候 也是大家都学会混淆个人信息 保护自己的时候 那时或许也就是中国实名制破产的时刻 在这一点上 另一个亚洲国家早就为中国的网络实名制 指明了道路 韩国也曾经实行过网络实名制 先是在2007年 韩国正式通过立法 要求目标网站的网民 在其中发表任何内容之前 必须先进行实名认证 韩国因此成为了当时全世界唯一的通过实名制立法的国家 他们认为 英特网上的发帖和跟帖 在实名制的情况下会发言慎重 因此所有韩国网站都要求用户实名注册 如此留下了身份证号码地址和手机号码等信息 据了解 韩文叫居民登陆证的韩国身份证 单从号码就可以区别年龄 男女 出生地等 由此可以分析用户的购买力和购物倾向等 所以韩国政府和企业都很乐意收集这一信息 自从黑客不时的窃取信息之后 有部分的韩国专家建议 禁止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收集 但是因为上述顾客分析方面的需求 网站和企业仍在收集个人信息 另外在实行实名制之后 韩国的网络诽谤现象并没有明显的收敛 而且韩国的网络实名制很快也搞出了大新闻 韩国当时共有5000万人口 而在2008年的8月有3500万人的信息 早到窃取 等于全韩国的七成 也就是大约所有成人男女的信息 却被窃取 这次丢失的3500万个信息 发展出了新的用途 有人利用对所有网站 使用统一密码的习惯 组合多个个人信息之后进行分析 找到银行账户和相关密码 然后通过英特网向银行申请信用卡 或更改银行账户的密码 当时的韩国警察表示 这一试图已出现成功的案例 现代信用卡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 大部分的顾客都对多个网站 使用相同密码 所以有可能会遭到进一步损失 因此劝告韩国的顾客更换新的密码 然后在2012年的8月23日 韩国宪法法院的八位法官 于2012年8月做出了一支判决 认为实名制法条违宪 公众也从这一条中获益 并不能使得这一条 对个人言论自由的限制 获得正当性 此外韩国通过了 201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案 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获取个人信息 并且进行存储将严格限定在有限范围内 这样网络服务提供者实际上 是被禁止搜集个人信息 除非有限的场合 基于此 韩国宪法法院的法官认定 实名制规定违宪 相关法条被无效 这标志着韩国实名制被废 韩国实名制被废弃 而中国的实名制 在过去多年一步步牢牢扎根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ipra Hatura ipra Hatura Pipra Hatur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